5月2号 根据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官员统计 一家位于史泰登岛自治市镇的在线零售商风险中心的员工 以618票对380票反对加入亚马逊工会 投票率约为61% 这一结果可能会减缓劳工倡导者的势头 自新冠大流行以来 他们在美国亚马逊的组织取得了比该公司27年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的进步 长期以来亚马逊一直是工会关注焦点 他们认为其生产率配额和高于平均水平的仓库工商率对工人构成威胁 相反亚马逊表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福利和报酬 目标设定是公平的 并且在安全方面投入大量资金 上个月亚马逊工会的胜利是在新巴克商店工会连续胜利之后取得的 一些劳工专家将其描述为工人对美国工会的兴趣重新抬头 然而过去一周的事件表明 劳工组织者仍然面临在亚马逊组织的巨大阻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教堂